中方坚决反对美加两国对中国无端攻击抹黑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 倡导开放包容 践行合作共赢 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反观美国和加拿大 抱守冷战思维 推行集团政治 煽动阵营对抗 孰是孰非 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 美加应当做的是反攻自行 而不是混淆是非 倒打一耙 我还要指出 有关国家总把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挂在嘴边 但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却大搞双重标准 十分虚伪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轮不到美方和家方指手画脚 4 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传第一个主权和领土完整 4 领土完整 7 领土完整